小区京线黑电台 内容低俗又直白 现在是厂家撕销 全美人都能听到吗 都能听到 这有一个铁箱子 这里边是他的电台座 这就是那个老板 发生信号 然后这个叫去医院 这东西就相当于医院 报复店主盗窃 被抓躲进床下 调包走私象牙 受审变称无罪 我坚持认为我们 关联证据不能证明我只是 因为那个国家 我从来就没去过 然后所谓的什么黑人 什么机场那些 宋台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 北京时间周五十二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制进行时 欢迎您收看 经常听广播的朋友 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走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的时候 电台频率会受到干扰 而临近的波段 就会多出一个保健节目 节目当中有露骨和充满暗示的广告语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电台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总队的侦察员 就打掉了这样一处黑电台 经过讯问 小区的电台公张某承认 他收了对方五百元的好处费 带着三人进了小区 还给对方打开了顶楼的门锁 同样成为犯罪嫌疑人帮凶的 还有黑车司机牛某 他正是监控中三名男子中的一个 据牛某交代 他分别帮助嫌疑人拉着设备 在朝阳区和大兴区的两个小区安装过黑电台 每次他能获取100元的报酬 2015年5月11号晚上9点多 在朝阳区某小区顶层的一处两居室内 侦察员起货了一个黑电台设备 侦察员将这里的黑电台设备拆除后 又赶往大兴区的一处小区 这里同样隐藏着一处黑电台 同样是小区的顶楼 同样是只有一个黑电台的房间 只不过这里地板上已经有了一些尘土 显然这里的黑电台已经架设了很久 牛某和张某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给架设黑电台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 目前犯罪嫌疑人牛某和张某 因涉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仍在查找另外两名涉案人员 2015年11月份 全国这个适用刑法休战9以后 对这个G广播犯罪 目前有个明确的界定 一旦使用非广播 对无线电秩序造成影响了 那我们将根据288小地发达 都是请这个广大市民啊 发现你周边居住的房间 长期无人 或者在这个居住的房间窗口 架设了天线 怀疑是黑广播的 情况下 及时的向北京市公安局110丁举报 自去年刑法修正案9实施至今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会同事属职能部门 先后铲除黑电台窝点52处 依法抓获涉案人员16名 收缴黑电台设备55套 就为了挣这500块钱 电梯工张某给犯罪分子 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今他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这提醒各位 如果发现类似的黑电台的设备 请您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切勿与对方同流合污 要说这新手开车上路 除了要有相对娴熟的车技之外 还要有一定的勇气 下面要说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用胆大包天来形容 他连驾驶证都没有 却开着车上了路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4点 一名男子走进了房山区 西部街道某单位的保安室 五分钟后 这名男子从保安室出来 大摇大摆地去了单位的停车场 这一男子使用钥匙 找到那个亮灯的车 然后进入车那里 在车上大概操作了有20分钟左右 车渐渐地指出了停车位 从这个上上看 这个男子对车轮价值非常的不熟悉 应该是不会开车 上午9点钟左右 我所接分局布警称 某单位 早晨发现被盗一辆黑色现代牌轿车 下午2点 房山公安分局佛子庄派出所 接到一名群众举报 称有一辆爆了胎的黑色现代车 摇摇晃晃地在路上行驶 非常危险 在108国道陈家台公交车站附近 有一名男子驾驶一辆黑色现代牌轿车 正好与分局布警被盗的车辆相符 因为这名男子驾驶这辆车 右后侧轮胎已经爆胎了 摇摇晃晃地在路上给行人和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将黑色轿车拦了下来 经过合场 这辆车就是某单位丢失的黑色现代轿车 我们发现这个车的时候 这辆车就停在修理部大门口的路边上 老板说这个小伙子上他这里边问过他能不能补胎 何时开出来了 何晚上 这车是你偷开出了的吗 据犯罪嫌疑人往往交代 当天凌晨他谎称单位的员工进入保安室 跟新来的保安聊天 然后趁着保安员不注意时 拿走了放在桌上的车钥匙 这才出现了监控画面中的一幕 他从这个单位开到我们辖区 大概是40公里 途中据他本人讲 撞在了路边的水泥墩上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房产警方刑事拘留 前不久朝阳刑警在对一名盗窃嫌疑人 实施抓捕的时候 嫌疑人的妻子说他丈夫已经半年没有回家了 但是侦察员很快就识破了这名妻子的谎言 2015年11月14日上午10点多 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中年男子 打摇大摆的 走进位于朝阳区小红门附近的一家销售汽车用品的店铺 当时店铺里只有两名七八岁的小女孩在玩电脑 监控录像显示 这名男子先是四处看了看 假装购买汽车配件的样子 在确定店铺里没有其他大人之后 他鬼鬼祟祟的走到了店铺桌旁 告了以后先接着两万九 然后进一省事 然后进一省事 拿起来 也下出租门 市主说他是出租房 一般对自己出租房的安全有点担心 所以把这些家的大碗全放在包里 搁在店里边 这人你以前见过 老客户本来说 趁我不在家嘛 之前买过几次 但是不买东西就是光看 张先生是这家契配店的老板 案发当天 他和爱人刚好外出送货 留下两个女儿看店 张先生 送货的地方并不远 也就十几分钟的工夫 没想到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店铺却被小偷给光顾了 发现被盗后 张先生立即报了警 通过查看店内监控录像 张先生一眼就认出 这名男子正是店里的一名熟客 高某 张先生告诉侦察员 在一次聊天中高某曾说过 他就居住在东三环的 双龙小区附近 咱们等于锁定了这个位置 就是对双龙这一段 加强这些核查工作 侦察员在高某的赞助地附近 连续蹲守了多天 一直没有见到高某的影子 难道高某不住在这里 盗窃得手后 高某去了哪呢 因为证据确凿 高某被列为网上载逃人员 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2016年5月19日 侦察员得到消息 高某出现了 他就住在双龙小区附近 因为咱们通过观察这个楼门 这个单元门里边 咱发现一个在西安人家 对面那个门楼上 有一个探头 直对着他们家门 能从里边看见外边的一些情况 你一敲门肯定 他从里边如果要能 自己有那个电脑化 咱能看见什么人 5月20号凌晨 外面一直下着雨 高某进入赞助地后 就再也没出来 由于对高某赞助地里面的环境 并不熟悉 侦察员决定 先观察观察再说 知道这天是凌晨到四点来中 你才停 他们琢磨这个时间段 肯定闲人也不会再离开的 等着说天亮 天亮 天亮看他 意识看他出来不出来 如果不出来再想别的办法进去 整整一宿 十多个小时 高某都没有出来过 上午十点 侦察员决定 进入高某的赞助地 对其实施抓捕 高某住在一楼 侦察员发现屋内有人 而且将门反锁 侦察员亮明身份后 屋内的人仍然不开门 为了防止闲人逃跑 侦察员找来了开锁公司 将房门打开 不离找到别人了 没有 吓死我了 不是 他本天跳牢 跳牢 又不是不开啊 他怕呀 我还怕坏人呢 他怕什么 在白天那不是什么 有经常人找来吗 你这还怕 你这 那谁呢 你家人吧 哪呢 你家人去哪呢 他去哪了 去哪了 他好久不回家了 半年没回家了 很明显 高某的妻子在说谎 侦察员在屋外守了一夜 没有见到高某走出房门 高某能去哪呢 最终 一个细节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当时呢 看他那个床 床跟床屉 床垫跟床屉是 抬起来的 不像 不像咱正常家里 这个床是 应该是 很平整 快快快 出吧 我以为要账子 我真的 你别人 高某今年46岁 是一个生意人 高某说 他之所以去盗窃 张先生的跨包 只是为了报复 我以前来那边 装那个 等行 完了 我坏了 我找他 换去了 人家老板说 因为他挣的钱 比这老板挣的还多 卖机器 这老板还多 他这机器 一千多一点 人家卖给你两千多 就这个 饶我心里 就有点不平衡 从我咱了解 外债比较多 经常躲账 好多一些那个 债主上门来追账 都给卖了 或者 给了六千块钱 经过了解 加上包里的 两万九千元人民币 高某一共盗窃 所得赃款 三万五千元 赃款早已被高某 挥霍已封 目前 高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朝阳警方 刑事拘留 明天啊 高考就要正式开始了 连续丢了几年准考证的白亚倩同学 刚被辟了谣 那么今年呢 一个叫杨雷雷的粗心考生 又接棒登场了 昨天杨雷雷丢准考证 被确认为是虚假信息 该微信中的电话 很可能是吸费电话 存在风险 大家千万别打 目前呢 全市96个高考考点 已经搁就搁位了 今天下午 考生和家长就可以前往裁点 裁点的主要目的呢 是核对考点的位置 地址 并且估算从您家到考点的时间 以便高考当天 合理安排出行 那么对于高考的注意事项啊 我们呢 也来为您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 携带用品 考生呢 必须要携带两个证件 准考证和身份证 而且要携带必要的文具 二臂铅笔 黑色字迹的钢笔 或者签字笔 还有橡皮等学习用具 第二 出行提示 最好提前熟悉路线和考试地点 建议提前 20分钟入场 6月7号 8号 高考呢 恰逢端午 小长假的前夕 预计 道路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提醒考生和家长 注意错峰 提前出行 并且严格遵守 车辆尾号 现行的规定 如果在送考生的路上 遇到了意外 您可以拨打 122求助 我们再来看天气提示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高考期间 北京很可能出现降雨天气 提醒考生和家长 带好语句并且提前出门 特别提醒考生 要诚信考试 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和考场规则 对于伪计作弊的考生 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 将取消其当年高考的报名资格 及录取的资格 对于高考组织作弊 情节严重的 要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在此也祝愿每一位考生 都能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 预祝大家考试顺利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北京市公安局 情务指挥部的民警 为我们介绍过去24小时 全市发生的主要景情 来看今天的北京110 5月22日凌晨 山东济南一辆白色轿车 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行驶 车辆失控 撞在道路中央的护栏 并冲向对面的车道 逆行约100米后 再次撞开护栏 导致车辆严重损坏 停在路中央 事故导致车内一名女性乘客死亡 其余三人受伤 经检测 司机为醉酒驾驶 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不但是对自身安全负责 更是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还请大家互相监督 做文明好司机 近日 河北成德一群孩子 在城市高速上玩躲车游戏 分别站在高速中央 当有车辆开来时 在离车还有几十米时 才跑回路边 以此来比较谁的胆量更大 高速交警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刻赶到现场阻止 这些孩子见到民警 立即逃跑 最终 民警在附近村庄 找到了这些孩子 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联系了孩子的家长 警方提示家长朋友 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不要让孩子在道路上玩耍 避免发生意外 最近几天 我们一直在连续关注着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白云路校区操场意味的消息 昨天 中国环保监测总站 对学校室内的空气进行了采样 过程当中 有14名家长在全城参与 那么今天是星期一了 学校的孩子们来上课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连一下 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徐华阳 徐华阳你好 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那么我现在所得的位置 就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的门口 那么我们到达学校之后呢 整个一上午 并没有看到有学生以及家长进出学校 那么我们在操场上 也没有看到有学生在操场上进行活动 那么从上周五开始 白云路分校呢 已经全面停课 学生可以选择来到学校进行自习 也可以选择在家里面进行自习 那么西城教委跟我们解释到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要对学校教室内的空气进行检测的话 那么根据国家的检测标准 需要将教室封闭12个小时 那么就在上周六的时候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已经来到了学校 对教室内的空气进行检测 那么在上周日的时候 也选取了操场上的六块样本进行检测 那么整个过程呢 有14名家长代表全程陪同和监督 那么这个检测结果应该会在一周之后公布 那么今天是星期一 按理来说应该是学生正常上课的日子 那么我们跟家长了解到呢 因为这个学校现在要进行检测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选择让孩子在家里面 进行自主的学习 等到这个检测结果公布之后 他们再决定是否来到学校上课 那么目前关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白沃分校事件最新的进展 大致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 感谢徐华阳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 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交警在查获酒驾司机的时候呢 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司机 自投罗网找上门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解控录像 你让我跪下我跪下 你让我趴下我趴下 我怎么都行 我绝对没有 你现在说我让我 你现在让我跪下还是让我跪下 别说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 在东城交通支队事故大队 这名男子一个劲的向民警撒泼耍赖 两个小时前 他还是个目击者 随着检测结果的出来 他变成了违法司机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十点多 在东城区天潭东路桥下 一辆小轿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了寡村事故 就在民警处理现场时 一辆三箱轿车开上了逆行道 男子异常的行为和满身的酒气 民警也闻到了他身上有酒气 咱们推测啊 他应该就是这个酒喝的太多了 已经这个意识已经不清楚 男子异常的行为和满身的酒气 民警判断他一定是喝了酒 当民警要检查他的驾驶本行驶证时 这名男子声称 自己有司机 驾驶本行驶本给我拿过来 好 走 我有司机 你看车里 是他司机 他在后边呢 我马上给你把驾驶本和行驶本都拿来 我就劝扶这个邪不成正 你随便让我弄 他一直不承认是他开的车 他一直说是他的司机开的车 经过核实 男子性敌 李某一直强调 车不是自己开的 是司机开的 可民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 李某是从驾驶员的位置走下来的 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 李某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是324毫克 先开车 好了 那开车 收拾 师傅 是我开的吗 这儿有记录仪 好的 您放一遍 您看看是我开的吗 车上有几个人啊 两个 那人是谁啊 一个兄弟 一个我 谁呢 是我的那个司机 司机跟哪呢 师傅 司机啊 司机马上就转了 您看见了 我让他开车走的 什么 面对民警的训问 李某答非所问 随后 李某被民警带回了东城交通支队事故大队 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我真的没开车 我确实没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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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司机过来 他确实没开车 我顾得起司机 确实是有司机 但是那天司机是送另外的一些人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把这车就开出来了 已经完全就断片了 经过了解 李某近期在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他叫上几个朋友出来聚会 当天喝的有点多 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开了车 经抽携检测 李某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237.8毫克 属于醉酒驾车 他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并且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征询线索 2016年2月3日中午11点多 在昌平区回龙贯镇 风雅园一区的一家银行 一名女侍主取钱后 将银行卡移忘在ATM机内 随后卡内6000元现金被人取走 经过调查 侍主离开后 一名身着深色外套的女子 在该ATM机上进行过操作 警方希望 如有知其下落者 请与龙园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 010-8075-5110 联系人 刘警官 调包走私象牙 受审 变称无罪 我坚持认为 相关关联证据 不能证明我指使 因为那个国家 我从来就没去过 然后所谓的什么黑人 什么机场那些 送他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 12点27分 法治进行室正在为您直播 2015年 首都机场海关 共查获走私 宾位野生动植物案件 149起 象牙就查获了1895根 接下来这起发生在首都机场的象牙走私案 我们要从四年前说起 2012年9月30号下午五点多 在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海关监管区内 机场的工作人员梁某手里拿着两个电脑包 包里装的是两枚雅铃和两本书 今天下午四点 梁某对我打电话 说那个带下来的旅客到了 飞机提前到了 让我去接他 接到电话后 梁某走进了机场海关监管区的厕所 几分钟后梁某拎着电脑包走出厕所 准备通过员工通报离开机场 海关机司人员拦住了他 机司人员打开了梁某的电脑包 里面的雅铃和书已经换成了象牙 经鉴定这些象牙共31根 价值人民币100余万元 据梁某交代 象牙是郭某从非洲带回来的 杨某安排他用事先准备好的两个电脑包 调换郭某隐藏象牙的电脑包 然后通过员工通道避开海关检查 把象牙带出机场 随后 机司人员将尚未离开机场的郭某控制 被查获的这四个电脑包一模一样 据梁某和郭某交代 四个电脑包是杨某交给他们的 通过调包走私象牙 是杨某一手策划的 梁某和郭某被抓获后 杨某突然消失了 2015年12月 杨某被抓获归案 杨某今年36岁 初中文化 无业 这次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 因为我有两个朋友 涉嫌从国外带象牙回来 我坚持认为我无罪 相关关联证据不能证明我知识的 2016年5月30号庭审中 杨某承认自己认识郭某和梁某 但失口否认 自己是象牙走私案的幕后主使 在较大的行物箱里放了两个手提电脑包 里面都是象牙制品 这些是杨某的 我帮杨某带象牙制品 是因为他答应给我3500元报酬 大约在2012年9月18日左右 当时我在多宫落美 杨某给我打电话 让我找个黑人帮他拿象牙 运打归博 我盯好机票后 将我的航班清晰告诉了杨某 29号我从落美出发时 杨某还是安排这个黑人在机场送的我 我给一个朋友帮忙换一件行李 被海关给抓住了 问这个朋友叫什么 答 杨某 问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吗 答 知道是象牙 你帮他往外带一次挣多少钱 答 每次他给我5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问在厕所吊包这个环节是谁的主意 答 杨某 郭某22岁 是杨某的远房表亲 郭某在非洲做生意 经常往返于国内和非洲 郭某说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帮助杨某带象牙入境了 你认识街坡的两个人吗 答 不认识 问 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 答 从来没见过 梁某47岁和杨某是朋友 梁某是机场内某能源公司的员工 持有机场员工通行证 上下班走员工通道 不经过海关检查 据梁某公述 杨某曾五次让他帮忙把象牙带出机场 每次都是由杨某设计钓包环节 指定钓包地点 提供道具书包 发现这是疫情融组织的象牙走私案 侦察人员提前在边警隔离区现场 驻卫生间 航站楼出口实施监控 发现 提取行李后进入隔离区卫生间 梁某公运 不算将来 持类似行李随后进入卫生间 调包后各自离开 梁某公运 在游户通道 被该区民警抓获 2013年郭某和梁某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十年零六个月 罚金十一万元 2016年5月30号 此案的最后一名被告人杨某当庭受审 因为那个国家我从来就没去过 然后所谓的什么黑人 什么机场那些 送他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 主要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 不明确 不能证明是这个杨某 来实施的 听审中 杨某及其辩护人都做了无罪辩护 被国人所思国家禁止 进出国的珍贵动物制品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公诉机关认为 当庭证据足以证明 是杨某指使郭某梁某 利用调包的手法进行象牙走私 杨某是此案的主犯 证据确凿无疑 应判处不低于同案犯的刑罚 法官并未当庭宣判 说起证据这个词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它是司法裁判当中 认定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 在任何一切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 都需要通过证据来还原事件的真相 前不久 一名男子拿着 在这个五份证据啊 到法院起诉 为了讨要自己的这个工资的时候呢 他被人打伤了 可是在法庭上讨要赔偿的时候 他却给自己讨来了一副手铐 看见儿子戴着手铐 张女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实在不明白 儿子作为原告 怎么还会被抓进拘留所呢 王某说 因为部分中间人 卷走了自己2000块钱的工资 2015年12月30日下午7点左右 他在我身后的这个河南村商业街呢 找到了他的中间人 并与之发生了口诀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被告张先生从自己的店铺里出来 并对王某进行了殴打 打人的张某 是这位中间人的好朋友 因为看不惯王某纠缠 便动起了手 事后 双方在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 张某赔偿王某500元 原本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可没想到今年3月份 王某以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为由 将张某告知房山法院河北法庭 索赔三个月的务工费 1.8万余元 营养费3000元 共计21000余元 但是 王某向法院提交的几份证据 都让法官觉得 有些不大对劲 开庭当天 王某向法院提交了 长河玉煤矿的劳动合同 工资表 请假证明 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 休假证明等五份证据 想要表明 自己是因为被打受伤 受到了巨大损失 可经过法官核实后却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工作三个月之后 就离开这个矿 只是说 矿上也给他 下来一个解除的通知 但是一直没找到他 王某提供的证据表 自己在矿上工作时 工资是6000余元 并且拿出盖了章的证明 可经过核实 王某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3000多元 证明上的工章 是他伪造的 除了刚刚法官给我解释的 关于劳务的合同之外 还有我手里拿的这份 有所谓的鸡水潭医院 出去的这个诊断证明书 那么据法官介绍呢 他拿这张证明书 到鸡水潭医院 相关人士一看呢 就知道他是假的 是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在鸡水潭医院 如果是正规的 开具的这个诊断证明书 在右下角医师这一栏里 一定是有医师的手写题 而这份呢是击打的 还有呢 就在这个诊断证明里 这个诊断及建议里面呢 第一项 他把膝关系 打成了油漆的七 王某提交的五份证据中 除了身份登记证明是真的外 其余四份都是假的 2016年6月3日 法官将王某 传唤到了法庭 希望你能无实的向法庭陈述 你的态度 对我们的对境的处理 是有很大的影响 明白吗 你自己心里 我觉得应该清楚 他可以找你们 跟我说说 我说他在公司 发到我卡上的 照我来讲 他说他可以想办法 后面之后 我给他发恐怖 他就给我寄过来 被追求人们 伪造重要政治 妨碍人民法院 设立案件 停结严重 根据中华人民国王国 每年的这个时候 很多大学毕业生 都开始忙碌着找工作了 不仅他们着急 家里人同样是火急火燎 都盼着孩子 能够尽快的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下面要说的 妓女士就非常幸运 因为就在她 着急帮儿子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位老乡 伸出了援手 可妓女士高兴了 没两天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原认为 被告人崔奇 被谋私利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却充分 应该以诈骗罪 必须起刑事责任 我说你该 你该是你的钱 我肯定给你 贴在那些等级 我做求人都会花钱 谁知道他是罪动人 崔奇 29岁 无应 2016年6月1日上午 在朝阳法院 公诉机关指控崔奇 在2015年6月至11月间 骗取四名被害人 近百万 涉嫌诈骗罪 他说 他是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摄影师 完了他又什么 是崔奇老师 又咋地的 继女士 是崔奇的老乡 也是崔奇骗的第一个人 2015年6月 继女士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继女士说 当时全家 都在为儿子就业的事情发愁 没想到崔奇 却找上了门 他当初就说的 那个他们都要电视台的 完了内部又招工 都可以给你家孩子办到那边 完了那个 6月8号就开始说 完了6月9号要交钱 说7月12号到19号 指定上班 崔奇说 自己是央视国际频道的设项 和部门领导关系非常好 只要继女士掏点钱 打点一下领导 就能把继女士的儿子 招聘到电视台工作 到时候让继女士的儿子 跟着他学摄像 催奇的话 说到了继女士的心坎上 继女士想着 如果儿子能进中央电视台工作 那真是既体面 见识又广 转过天来 崔奇给了继女士 一份印着CCTV的 职业介绍服务合作协议 此后的半年里 崔奇已办事 办理入台证件等理由 前前后后 从继女士的手里 要走了十多万元 钱花了 可儿子的工作 却一直没有着落 2015年年底 崔奇突然失踪了 继女士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继女士觉得 自己上当了 就报了警 2015年12月24日 崔奇被警方抓获 你在继女士还工作过吗 没有 你跟继女士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 你怎么想起来 你这种方式 就之前跟继女士还合作过 然后就先生 就帮别人找这工作 就工作不好嘛 然后人家不就能信吗 据警方侦查 崔奇还以同样的手法 诈骗了另外三名市主 诈骗总额达百万元 庭审中 崔奇骗称 自己和母亲都有病 需要大量的钱款治病 而自己打工证的钱 根本无法承担 这笔巨额的开支 所以设了个陷阱 骗钱 这个诈骗的工作证 中央电台上 这是什么哪来的 就从晚上找了一个人 假的 对 检查机关认为 崔奇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建议处以有期徒刑 11年至13年 开庭当天 法官没有对此案 作出判决 12点42分 法治进行时继续为您直播 北京市空烟条例实施 一周年以来 群众普遍反映 原先乌烟瘴气的 就餐环境好多了 吸二手烟的几率也小了 不得不住 这是我们城市文明的一大进步 前两天 执法人员对于 写字楼里的空烟情况 进行了突击检查 这是我们执法证 请您把烟吸烟 公共场所不允许吸烟 您知道吗 您现在行为 已经违反了 北京市空着吸烟条例 上午九点 记者跟随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所 大屯站的执法人员 来到辖区内的一栋写字楼 就在十分钟前 群众举报说 有人在楼道内吸烟 在七层的楼道内 执法人员发现了一名吸烟者 此人解释说 因为时间紧 楼层高 来不及走到楼下的吸烟点 所以躲在楼道里 过起了烟影 一进来就烟味非常大 你看这银头 这就现在就是不好举证了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找不到这个吸烟的是谁 执法人员发现 虽然楼道内悬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 但很多人都熟视无睹 见到执法队员 这名男子失口否认 自己在楼道内吸烟 并且还要强行的离开 别走行吗 我能拍着呢 好吗 你知道是你的事 你自己违反 你现在违反了北京市控制吸烟管理条例 您知道吗 您在公共场所吸烟 您知道吗 您先不走 我扣过来 您扣过来 您再接吧 您别走 接个电话 好 您去试玩手机了吗 您烧烟了吗 没烧过 你身份证耐了吗 我没在身份证 身份证号知道吧 我不知道 您公司没有宣称过 没有教育过吗 说我 您在公司里肯定不烧烟吧 对吧 但是这儿处于公共场所 最终 经过执法队员批评后 几名吸烟人员 均被处以罚款50元 得不到理解 而且有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不配合 但是像我们那种部门 我们只能就劝解 只能给他宣传 给他教育他 让他能配合我们工作 杨晨 今年36岁 是北京市朝阳区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卫生监督所的一名卫生监督员 他说 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已经开展一年了 像这样的工作 是他们每天的常态 虽然大部分严民 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仍有一小部分人 千方百计想要装空子 公共场所编禁吸烟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栋写字楼一共18层 杨晨从顶层向下逐一进行巡视 一共发现了8名吸烟者 在我们的辖区里 大概有几个楼 四个楼吧 最高的在28层左右 最低的有12层 像这些楼 我们就要投诉 每天基本上都要去个 五六个写字楼 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整整一个上午 杨晨不停地在 辖区写字楼内穿梭 攀爬楼层 足有上百层 控烟这个只是 我哭咯咯咯的一项 我们还监护着很多工作 包括医疗卫生 包括生活医院 有用水卫生 学校卫生 封射卫生 传染病防控 这些都是我们的 进行团队之内 作为一名卫生监督员 除了检查公共场所 吸烟行为外 辖区内的很多工作 都需要他处理 虽然一些被检查对象 并不理解 但杨晨始终保持着 一份认真和耐心 比如这个店上还有头发 这铺之前都要到薪水导 跟服务员说以后 每次在真正房间的时候 都得更换 我曾经是一名大夫 也曾经在狙击关工作 现在在第一线 曾经的这些经验 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在整个监管 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流程当中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杨晨说 卫生监督员的工作 看起来有些琐碎 但实际上 全都关系到群众的身体健康 特别是近两年新兴的 微整容行业 更是他关注的重点 这是法制进行时栏目 在2016年5月5日播出的一条新闻 为了推销2800多元的瘦脸针 一家美容店的员工 极力向前来暗访的记者 进行动员 最终经过执法人员检查 这家美容院 压根就没有进行 整形业务的资质 如果消费者不明就里 就很容易上了贼船 现在有一些不法人员 得不到这个 正规的医疗机构审批 他自己都偷偷地做这些东西 因为他可以抹去暴力 对你生理上 如果造成一旦账上的伤害 轻者呢 就是面不动胀 重者呢 那有可能会导致死不死 你去法院告他 他告不了 就没法维权 近年来 微整形掀起了一场美容风暴 让很多爱美的女孩 心持神往 但各种意外 也随之而来 一些无良商家混水摸鱼 大量江湖医生充斥其中 给爱美的女性 带来了一生的噩梦 为了杜绝此类现象 学医出身的杨晨 经常对辖区内的美容机构 进行检查 按我们的要求 必须是医疗机构这些学生 宣刮移民 就是明显处 先看名字 就是他名称 地址 还有他治疗科目 他只有医疗美容科 才能允许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每个医师都会有两本证 一个是医师的资格证书 和一个医师的职业证书 所有的医师只能在您职业地点 来开展医疗行为 如果是他注册在 比如这个诊所 他去别的诊所去职业 这是不允许 从手术使用完的器械 它要进行一个正规的消毒流程 首先要清洗 清洗之后打包 打包之后再消毒 按规范进行消毒 我们卫生经理所管理的工作 包括医疗卫生 传染病消毒 公共场所卫生 生活运用水 放射卫生 放射卫生 还有空烟 这些都是最提醒老百姓的 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为了老百姓把关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安康 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 高考期间 地铁运营三分公司 所辖的二八十十三号线 在所辖各车站的收票室 设置了高考服务处 为考生们免费提供 二臂签笔 签字笔 橡皮等考试用品 并且在出入口 设置考生绿色通道 考生可以凭准考证 优先安检 购票 为了给考生们提供一个 良好的环境 今天上午 北京市交管局 对东智门中学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 进行了清理整治 明天是六月五号 那么明天呢 就是高考了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了北京市东智门中学的考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 已经贴上了预助考生考试顺利 这样红色的条幅 今天向这些交管部门 也提前为明天的考生 能够顺利到达考场的 做出了准备 等你这个晚上 夜间临时停到边上 那可以 就接着明天高考 没错 报应了 报应了 知道那个 应该这样 抱歉 禁令标志 只是停车的 这个依据道路交 那就是这样规定 罚款200元扣三分 然后15天之内 你上冬山要了 缴纳一下 这平台太厚了 机动车到逆向停车 所以咱们肯定 接着高考期间吧 咱肯定给它扣保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清理之后 那么这个两侧呢 已经放置了这样的警戒线 制了这样禁止违规停放的 这种标志 这都是为明天早上考生们 能够顺利到达 所提前做出的准备 好点周围 特别是这个周边的道路 加快咱们的行动警力 完善相关的设施的满放 尽量保证咱们 行车秩序的有序 和周边具有环境的良好 同时呢 加大疏导和指挥力 跨界阁王 王者无界 每周六晚上9点08分 邀请您锁定北京卫视 收看跨界阁王 北京时间是跨界阁王的 官方互联网合作伙伴 登陆北京时间的网站 下载北京时间APP 您能看到不一样的跨界直播